女孩因为喝了威士忌 而鸣鼎大醉 神志不清地发着酒疯 摇摇晃晃还不小心撞到一个男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老书人村刚英智 村刚见花子这副模样 赶忙把他送回了家 安顿好喝醉的花子后 村刚的目光扫到一旁 看到他原先送花子的英语词典 此刻竟然在压闲菜 于是询问花子 是否已经放弃学习英语实业了 醉酒的花子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在贾府的生活 在那里既找不到一本英语书 也找不到一个能说英语的人 简直就是跟英语绝缘的世界 村刚无法对花子的痛苦感同身受 他甚至不理解它 那一刻故意发酒疯说白白的花子 脆弱的让人心疼 第二天 花子完全不记得昨晚的事情 多亏了夹带提醒 他才知道昨晚有多丢人 来到公司后 花子为昨晚的失态跟大家道歉 听同事提到村刚的名字 花子恨不得钻进地方里去 但还是觉得 自己应该找机会跟他道歉 但他并没有被这件事困扰太久 因为他有了新的麻烦 总编让他去拜访雨田川老师 就是那个跟他不对付的雨田川满带 总编和提胡亚狮子去拜访过他好多次 但对方都不愿合作 他们认为花子曾经和他一起得过奖 他应该会对花子感到亲切一些 想到雨田川趾高气扬的样子 花子实在头疼 但面对总编和提胡的拜托 他还是硬着头皮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 提胡告知亚狮子 雨田川经常在家带工作的咖啡馆创作 花子感到的时候 果然看见雨田川手里拿着烟 正在低头写作 正好此时雨田川又叫了一杯咖啡 花子便代替夹带 将咖啡端给了他 看到端咖啡的是花子 雨田川免不了又是一番奚落 花子任由他阴阳怪气 依然脸色不变 抱着求人办事的态度 表明自己是来拜托他 为葱文堂撰稿 雨田川却表明 自己不会再写给小孩子看的东西 花子立刻提出反驳 他觉得面向儿童小说的价值 未必就低于面向大人的小说 雨田川被花子针锋相对的态度惹恼 这下约搞的事情更是难办了 这边发生的一切都被旁边的一位大爷看在眼里 他抱怨那个俗不可耐的雨田川 毁了喝咖啡的好心情 又转过头安慰花子 花子以为对方是在为自己鸣不平 老爷子却画风一转说道 受挫的花子走出咖啡馆 无精打采的他 没注意到自己身后有个男人在看着自己 花子回到公司 跟总编他们说了咖啡馆发生的事 总编和醍醐安慰花子 这种事很正常 总编等人说完 便外出拉赞助去了 花子拿起桌上的书 准备放回书架 但是身高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背后一双手伸过来 将书放好 花子诧异转身 看到竟是村刚 于是赶紧跟他道歉 村刚也反过来 跟自己说对不起 他说 在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 胡乱对他评头论足 明明他放下英语 是有理由的 自己还责备他 确实是自己错了 花子却不知道如何回应 因为他对于昨晚的记忆一片空白 村刚有些哭笑不得 只好提议说 这话刚好被同事三田先生听见 在角落里念叨说 花子人生第一次受到约会邀请 不由的心跳加速 一下午心神不定 在又一次去看时钟时 提胡拦住了花子 请求他带自己参加今晚的欢迎会 花子奇怪 提胡怎么知道这件事 于是可怜的三田先生 被无情出卖了 餐厅里 早到的花子和提胡聊几天来 提胡告诉花子 自己好像喜欢上村刚 还希望得到花子的祝福 花子震惊之余 一时竟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村刚英智进到餐厅 身后跟着弟弟村刚玉迷 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玉迷 看到站在门口迎接的夹带 一边问好 一边去握住他的手 吓得夹带惊呼 这可可爱爱的表达方式 似乎引起了玉迷的兴趣 村刚怕弟弟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 赶紧出声阻止 夹带也适时将二人引到座位上 餐桌上 玉迷和花子用英语交谈了一番 夹带上菜时听到 感叹自己还是第一次听姐姐说英语 村刚英智便说 自己带弟弟来就是为了让他帮花子找回对英语的热情 夹带也给花子鼓劲 让他多多嘎油 多多说英语 玉迷再次被夹带的措辞可爱道 提出要约他下班后见面 夹带以为他是在拿自己寻开心 言辞拒绝了他的邀请 之后玉迷在英智的提醒下 拿出一本包装精美的英文书 王子与乞丐 花子忍不住想翻阅一下 玉迷见他喜欢 顺势将书送给了他 拿到书的花子已经无心吃饭 心神都沉浸在了书里 当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单词时 花子问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几人却表示 他都不认识 他们更不会知道 十分在意的花子实在忍不住 抱着书便提前离开了 英智和玉迷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夹带赶紧解释 花子是回家查字典去了 花子对书本是如此沉迷 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第二天 花子来到公司跟总编提议 将这本书翻译成日文 在新杂志上连载 还主动提出自己可以翻译 在提胡的劝说下 总编同意让他试一试 花子终于可以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了 又来到咖啡馆和与田川交涉的花子 再一次杀雨而归 回到公司的花子 却接到了一个就时打来的电话 接完电话 花子忍不住手舞足蹈 十年未见的花子与莲子 对即将到来的重逢都激动不已 敲定行程后的莲子 一改往日的闷闷不乐 心情明媚了不少 这天莲子邀请黑泽先生到家里挑选礼物 两人路过一个房间 正好听到屋里传来女佣的声音 说话的女佣 好像并不怕这话被当事人听见 看到莲子站在门口 也只是礼节性的问号 脸上毫无巨异 莲子对女儿东子的婚事不闻不问 其实不是她冷酷无情 实在是无法祝福 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东子 近年来莲子故意放纵自己 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黑泽先生却直言 即使挥金如土 也无法填补你心中的空虚呀 东京这边 花子又一次向羽田川老师约稿 不出意外的还是没有成功 见证了花子三次失败的老爷子 在羽田川离开后说道 花子依旧每晚熬着夜 翻译着王子余起干 那本词典一直陪着他 终于和莲子约定好的日子到了 一大早起来 花子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还别上了精致的头饰 到公司办事的村刚 看到明艳的花子从身边走过 感觉他今天和平常不太一样 花子同事笑说 可能是因为发誓 他告诉村刚 花子今天要和重要的人见面 到了六点 花子跟总编申请提前下班 总编开玩笑说 今天是你期盼已久的约会日啊 连醍醐都调笑道 听见几个人的说笑 一旁还没走的村刚 好像真的误会了 莲子来到咖啡馆 点了一杯西兰茶 佳黛却从没听说过 西兰茶这种东西 只能到处去问 有没有人知道 当问到公本龙一时 他像是知道的 不过没直接回答佳黛 反而追问是谁点的西兰茶 佳黛指了指莲子 看到正拿出小镜子 观察妆容的莲子 公本断定 他是一位资产阶级 这边花子正要赶去赴约 却在公司门口撞上了羽田川 这位大神一来 花子想走也走不了 只能留下作陪 总编以为羽田川来 是答应了约稿 对方却是来诉苦的 换句话说 是来投诉 花子三番五次打扰他 好在 总编见识过大风大浪 轻松将这件事接过了 众人继续劝说 羽田川接受约稿 一来二去 他终于松口了 表示 只要他们 能提供有意思的恋爱故事 他就考虑为他们写稿 这时 焦急看中的花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不客气地说 一旁的同事 却否定了他的话 告诉他 花子今晚有重要的约会 看来 误会的人还真不少 咖啡馆里 莲子尝了一口夹带端上来的茶 立马发觉味道不对 像是 对了水的咖啡 正要发难 就听见 公本在一旁说 公本认出莲子 就是 石炭之王 加纳传著的老婆 对他带着明显的敌意 甚至想方设法将他赶出去 但莲子绝对不会走 公司里 葱文堂众人面面相去 宇田川点燃手里的一支烟 催促道 花子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承认自己 其实完全没经验 实在 没有能说的故事 说完 也不管对方的反对 转身就跑出了公司 急急忙忙 赶到咖啡馆的花子 没有看到莲子的身影 以为他已经走了 一时间 又是懊恼 又是难过 忍不住哭了起来 却突然听见 有人叫道 转头看去 不是莲子还能试睡 相隔十年 两人见面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多少友情 能经得起 十年时光的璀璨 真为他们对彼此的不离不弃 感到开心 为了纪念重逢 莲子点了一瓶葡萄酒 看到葡萄酒 就想到两人出香时 发生的那件事 对花子而言 那是噩梦 但对莲子来说 那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忆 所以莲子无论如何 也想用葡萄酒庆祝 两人举起手里的酒杯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并没有因为时间和精力而变质 就像酒 越酒 反而越是醇香 村刚兄弟俩也来到咖啡馆 玉米给家带带了一份礼物 一支紫色的宵夜花 家带却表示 玉米显然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竟直将花插到家带头上 嘴甜道 看到和花子在一起的 居然是女性 村刚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两人旁若无人的互动起来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过来人 莲子 对两人之间的粉红泡泡 再熟悉不过 花子到一边去跟玉米道谢 从玉米口中得知 送书其实是英智的主意 她想让花子找回对英文的热情 花子听后 看着一旁的英智若有所思 玉米又拿出几本书来 花子这个书吃贱了 把好闺蜜丢在一边 自己看了起来 莲子看到花子这样 忍不住感叹她 还是老样子 回头见村刚看花子的神情 莲子笃定地说道 村刚犹豫着没有回答 看样子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边两人正僵持着 就听见家带高声劝花子说 花子看着这三人 反应那么大 总觉得他们过于紧张了 不得不说 这多少是对自己没有数啊 莲子在家带的住处和两人挤了一夜 家带醒的时候 莲子已经起来了 只有花子还在睡着 家带想叫醒她 却被莲子拦住了 不好意思的家带解释道 因为花子每晚都要看英文书 看到很晚 所以早上总是睡懒觉 莲子看到桌上的词典 想起这是在修和女校的时候 别人送给花子的 却不知道是谁送的 跟家带聊起来才知道 那个人就是村刚 来接莲子的人在外面大呼小叫 吵醒了花子 趁着花子和家带到门口查看的时候 莲子快速写了张字条 塞进了字典里 临走前 花子问莲子 他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莲子回答说 听到这个回答的花子 愣愣地看着莲子远去 不知道他是在为莲子感到心酸 还是为他感到不值 又或者两者都有吧 回到办公室里 总编询问花子翻译的进度 说自己考虑将译文编入新杂志 需要花子在明天之前译完 为了能顺利出版 回到家后 花子连夜赶稿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开心的花子抱着词典晃来晃去 将里面夹着的字条抖了出来 花子疑惑地捡起字条 只见上面写着 花子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 但细细想来也清楚地明白了 一直以来支撑着自己梦想的人 正是村刚 是他多次让自己不要忘记梦想 不要放弃协作 第二天 总编看完花子的一稿 终于决定要看载出来 提胡想要借着交稿的机会 接近村刚 总编却给了他其他的任务 交稿的活 只好花子自己来做 已经过了约好的时间 村刚冒着大雨姗姗来迟 由于下雨 公司的其他人都已经早早下班 只有花子还在等着村刚 村刚先前并不知道 自己要取的稿子 竟然是王子于乞丐的一稿 村刚拿着稿子很是感动 看着花子仅用一周的时间 就翻译出了这么多 他不由地感叹 一听又是树懒 花子有些失笑 这个男人已经不止一次的 拿自己跟树懒做比较了 花子说多亏了村刚送的词典 自己的效率才能这么高 两人的视线 却在不经意间碰撞到一处 彼此都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如此尴尬的气氛 花子赶紧转移注意力 村刚也顺着花子的话 接了这么一句 随后将手里的稿子放在桌上 走到窗户前打开了窗户 然而一打开窗户 就接受了一股邀风夹雨的洗礼 桌上的稿子也飞飞扬扬被吹了一屋子 村刚连忙一边道歉 一边关上窗户 两人将地上的稿子捡起来 核对一番后发现少了一页 又着急地继续寻找 花子扫视一圈后 视线抬向屋顶 正好看到缺失的那一页稿子 因为沾了水的缘故 贴在了房梁上 他试着伸手去够 伸短手短怎么也够不着 于是出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 身材高大的村刚轻轻一跃 就将稿子扯了下来 见稿子没出大问题 两人相识灿烂一笑 笑完 气氛又开始变得奇怪 花子赶紧转身 不敢再看村刚 村刚却以为花子 是在为刚才的事生气 于是出声道歉 花子赶紧否认说 不是那么回事 定了定心神后 接着说道 说完 说完花子才意识到 自己居然跟村刚表了个白 赶紧为自己的冲动道歉 说完不等村刚做出反应 就慌乱地跑了出去 花子淋着大雨 迈着小碎步 着急想要逃离 村刚却拿着伞追了上来 花子再次道歉 村刚撑开手里的红伞 举到花子头顶 让他不要再道歉 该道歉的人是他 他看着比自己矮一头的花子 叫道 花子缓缓抬头看着村刚 期待着他接下来的话 花子却什么也没说 而是直接用行动 告诉了花子他的想法 只见他扔掉手中的伞 一把将花子紧紧抱入怀中 两人并不知道 这一幕正巧被经过的醍醐 看到了 第二天早晨 花子一醒来 就盯着被夹带 晾在门外的伞发呆 夹带看到初神的姐姐 又想到昨晚送他回家的 村刚先生 边问花子 昨晚两人之间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花子一听到村刚的名字 就神色慌张 这幅反应在家带看来 无一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花子正常来到公司上班 发现醍醐有些反常 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编问花子 他和村刚怎么样了 花子顿时慌乱地问总编 是什么意思 总编解释 其实自己是想问 花子有没有顺利 把稿子交给村刚 一边的蹄虎将花子的反应 看在眼里 于是约了花子想要谈一谈 咖啡厅里 几个学生正拿着报纸 在讨论关于莲子的报道 报上说 他穷奢极欲 在家里又是举办沙龙 又是举办音乐会 公本听到后 说他花的那些臭钱 估计都是从矿工身上压榨来的 还骂他是个无耻的女人 林作的大爷听到这番话 顿时忍不住出言讽刺 这些地大的学生可悲 说他们竟然仅凭报纸上的一面之词 来评判他人 公本问他什么意思 大爷来到公本面前说 说完 递给公本一个绿色的小册子 便离开了咖啡馆 花子和醍醐来到咖啡馆 在外面正巧碰到要走的大爷 花子认出这个大爷就是之前 见证他和羽田川种种纠葛的那个大爷 于是跟他打招呼问安 大爷却很没礼貌地说 说完就不再理会花子转身离开 进到咖啡馆后 花子问醍醐要跟他说什么 醍醐直言自己看到了 昨晚花子和村刚在雨中发生的事 他问花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时发展到这一步的 花子解释说那只是事故 醍醐却并不相信 他自己最多还只是和男人牵过手而已 他问花子是不是喜欢村刚 见花子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 他没有伤心也没有气馁 反而告诉花子 于是乎下午的办公室里 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受邀来到葱文堂开会的村刚英志 受到醍醐小姐的热情接待 对方不仅帮他放帽子 还给他和弟弟泡了红茶 同时看到 只有他们两人喝的是红茶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醍醐解释 因为他俩是客人 那个同事说 自己其实更喜欢红茶 村刚英志便主动跟他做了交换 给醍醐气得不行 然而更气人的还在后面 新选杂志封面时 面对好几种方案 大家都难以做出取舍 总编便提议投票决定 少数服从多数 花子和村刚英志 不约而同指向同一张封面 手指还碰到了一起 两人对视一眼 赶紧将手指分开 见状 醍醐也选了那张封面 下一个议程 是给杂志取名 花子想出了红色这个名字 同事们觉得不好 村刚英志却力挺花子 这个名字 最终获得了总编的认可 回后花子对村刚英志表示感谢 却发现他对他的态度很是疏离 下班后花子发现 村刚英志的帽子忘拿了 心想他可能会回来去 便找了个借口加班 花子拿起英志的帽子 对着窗户的玻璃摆弄来摆弄去 车一幕正巧被返回的英志看到 察觉到英志的花子顿时尴尬不已 两人都有话对对方说 最终英志先开了口 只是他说完后 再没有花子开口的机会 他说 花子愣在原地 心想老娘这是被甩了吗 两人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 我们下期再讲吧 喜欢的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